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你现在就是要尽力帮着李卓然做事 而且一定要做好 这样才能取得他的信任 其他的事情不要考虑太多 曲曼这几年真的是不可同日而喻 刚跟冬城签约的时候 还是一个三线的小演员 这摇身一变成为一线大明星了 对了 你知道吗 曲曼主演的电影入围甘纳了 她很快就要现身甘纳红毯 是吗 不过咱们跟她的合约也快到期了 不过咱们跟她的合约也快到期了 你这么冷的天还游泳啊 不怕感冒啊 这不用没办法 我得减肥啊 行了 制片发那边来消息啊 说在嘎那给你订酒店 问你有什么特殊要求 这种事你还先问我 我这不是尊重你吗 该尊重的时候不尊重 我该做任何的时候 吓死了 东城珠宝公司那边也来过电话了 说想提供你钢纳红毯的珠宝赞助 对 但是咱们跟东城的合约 在钢纳开幕前就已经到期了 先不说续约的事 虽然说东城 近几年内部出了些问题 在业内的地位也下降不少 但是我觉得这个赞助可以接人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我是人又不是工作机器 我也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对了 你以后少给我接待业 少给我排档期 我是你经纪人 经纪人 这么多年 你就是我经纪人啊 也是你男朋友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 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嘛 虽说这人事部的命运还没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总监的人选 肯定早就内定好了 这年头 有能力被埋没的人还少呢 他们上座也不怕打击我们工作热情啊 欣言 我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 没有得到您有的回报 挺心塞的 这个社会有它的规则 必须要遵循 再说了 我这么努力又不是为了当上总监 我是想让东城蒸蒸日上 况且我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 的确没有道理一步登上总监呢 孟总监 你来吃饭啊 对 我那边还有朋友 没事 你坐着吃吧 孟总监 我是那设计部 不租我些 你瞧瞧你啊 这汉汉池都快流到盘子里了 你们说 这岁月是不是把孟总监给忘了 我去 你够了 欣言 我才反应过味了 可以啊你 我真以为你要放弃这总监的竞选了呢 没想到 真是留了一手 一会儿吃完饭 吃完饭我回去就看 好好好 什么意思啊 谁不知道孟总监 是董事长面前的红颜 有董事长为你撑腰 还愁做不进那间总监办公室吗 你可别给欣言出私务主意啊 求你了 怎么就私务主意了啊 你想在那个嚣张跋扈的 阿维拉下边工作 我还不想呢 欣言 别听她说 那个孟萧萧啊 最开始只是销售部的一个小小的销售员 后来董事长亲自提名了她去了公关部 短短两年啊 从一个小小的助理 就坐到了总监的位置 这速度 公司里啊 到处都在穿 说不清不楚的 你看你那八卦的样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酥 你少在这儿诋毁我的女神 还女神呢 多吃一点 今儿个饭不错 给我 好了 一人一个 都给你 梅梅总监 欣言 这么巧 嗯 这个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那你拿去吧 没关系的 我就是随便看看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 无非是打发时间用的 但对你来说可不同 你可是专业人士 拿去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 谢谢 我找这本书找了好久啊 欣言 一会儿买完书要是没什么事 一起吃个饭吧 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地方 好啊 那我先去结个账 来 要一份麻辣烫 然后一个馄饨 再来一份腊肉面 好 两人稍等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是不是好奇 为什么我也会来这样的小店吃饭 工作之后呢 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经常会去一些比较高大上的餐厅吃饭 但是去多了 那些地儿吃起来真的太乏味了 没有人情味 反倒呢 像这样的小店 家家都不同 各有各的风味 就像这家吧 我刚进东城的时候 就经常来这家吃饭 是吗 因为那时候工资少 也没钱吃大餐 所以呢 就经常来这家店 点一份热腾腾的馄饨 心里温暖的不行了 孟总监推荐的店 味道一定会很好 你知道吗 刚进东城工作的时候 我那时候对于珠宝 真的是一知半解 从这个设计师的书当中呢 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 只要他出书我就会买 那这么说来 我可算找到知己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您可以当上销售部总监了 怎么说 做销售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产品 做销售可以不用具备设计珠宝的能力 但是一定要懂鉴赏 功课做得这么足 怪不得品味那么好 我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会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能从设计助理晋升为项目的负责人 因为你嘴甜 因为你嘴甜 孟总监 我并不是奉承您 而是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还以为 你会和公司其他员工一样 拿我当成一个花瓶看 当然不会了 我知道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白来的 有太多大家看不见的艰辛还有努力 谢谢你 欣妍 每次看到你 我总会想起几年前的自己 作为过来人 我倒是有一些经验想跟你分享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当然 说实话 想要在东城这样的大公司当中生存 经营能力和机遇 可能会占到七成 但剩下的三成也很重要 是什么呢 靠山 靠山 以目前来说 在东城 不管你的设计有多么地出类拔萃 谢谢 如果没有公司里头有实权的人来支持你 那么这些设计 终究只是图纸上的一个造型 即使有幸被生产出来 到时候也不知道会被冠以谁的性命 而就算 在一些平台上能够拿到奖 或者得到肯定 那么这些功劳和光芒 也不知道会被刻在谁的头上 所以我想告诉你 不要总是注重能力的提升 也不要紧紧埋头苦干 要懂得看清形势站好队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 哪有什么资格站队啊 正因为你有能力有才华 所以自然有人要求你站队 好 新颜 你是一个聪明人 我相信我刚刚说的这些话 你应该都能明白 您的餐 谢谢 谢谢 好啦 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尝尝我点的菜 嗯 谢谢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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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你好 戴尼卡 我祖国的代购 我的泡面都吃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明天就给你发货 为了报答你 我有个小小告诉你 今天有人来餐厅调查你 调查我 这是来调查你的 说的旁交侧击的 问我你是不是出在那家大大 你的养父养母是谁之类 乱七八糟问了一堆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我当然没跟她说实话了 虽然我知道你出生在上海 养父养母都不是加拿大的 我跟她反着说的 我说你就是出生在加拿大 你出生不久 就被养父养母收养了 谢谢你啊 欣欣 给了她一串混沌的元代码 让她去猜吧 不愧是学变成的 对了 她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问我认不懂是照片上的人 跟你什么关系之类的 照片 什么照片啊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冷冰冰的 挺帅的 等一下啊 是她吗 是她吗 对对对 是她 是她 好 我知道了 行进 谢谢你啊 泡面我明天就记住 有心可畏哦 谢谢你 你真好 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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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林毅在调查我 她不会拿自己的照片去问 难道是董事长 董事长 加拿大的一边传回消息了 顾兴颜英文名丹妮卡 加拿大出生长大 亲生父母双亡 出生不久就被收养 没有发现与林毅相识的证据 顾兴颜身边的朋友也从没见过林毅 不过 有个意外发现 是什么 顾兴颜是拉萨尔学院的全A毕业生 被推荐到戴尔普斯面试 因为与阿瑞娜产生矛盾 而放弃了入职 选择回国 阿瑞娜 就是那个 林毅推荐过来的设计师 是的 这个人和顾兴颜 具体什么过节不清楚 但顾兴颜没能进入戴尔普斯 确实是阿瑞娜从中阻挠 原来他们早就有矛盾 另外 董事长 今天下午两点 全球珠宝杂志的记者 想对您进行独家采访 采访 什么内容 针对灵溪发布会的 我问过公关部了 他们正在筹办灵溪新品发布会 时间定在了一周后 怎么我不知道 对不起 董事长 我也是刚知道的 赶紧查查什么情况 好的 董事长 这次灵溪的发布会 是灵溪系列宣传的第一站 对未来的销售十分重要 所以我希望设计部 销售部以及公关部 确保发布会万无一失 坐 坐吧 董事长 请坐 林总 我想确认一下 灵溪的设计师是顾兴颜 对吧 但为什么我听说 发布会名单上面 没有她的名字 是这样 顾兴颜只是 灵溪系列中套届的设计者 灵溪系列其他的产品 都将由阿瑞娜来完成 但这套设计的核心和灵魂 就是那个套届 如果顾兴颜不到场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是 设计部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顾兴颜 你当天有什么工作安排 灵溪是你设计的 你希望到时候出场吗 我希望可以参加发布会 那句话 沐冬店 把顾兴颜的名字加上 好 灵溪系列是东辰下一季的 主打产品 董事会很重视 所以到时候我会出席 好 继续开会 不打扰 好 林总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下 正在开会 这几个部门还有什么问题吗 设计部 这几个部门 站住 怎么了 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你攀上了董事长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最好收敛一点 阿玥娜 你什么意思啊 要不是你在背后鼓动 董事长会亲自到会议室 参加一个小小的工作碰头会 然后还在会上重新点名 要你参加发布会 董事长的安排 董事长的安排 我无权过问 顾兴颜 我太小看你了 顾兴颜 董事长请你到他办公室去 好 走啊 不要让你的靠山等太久了 走吧 好 顾小姐 您好 董事长马上回来 您里边请 谢谢 你 老伯女儿 这就是妈妈的办公室啊 这样 你呀 自己坐在这儿玩 妈妈要开始工作 好 看看这个地方 好 要不漂亮啊 妈妈 我 我不想在这儿玩 我 我想找赵阿姨一起来玩 月儿 赵阿姨工作的地方主要是在家里 照顾你的生活 起居 这里呀 是办公室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的 懂吗 可是我就是喜欢赵阿姨 妈妈知道了 你喜欢赵阿姨 妈妈也喜欢赵阿姨 可是这里边是董事长的办公室 是妈妈要在这儿做出很多重要决定的 好了 你还小你不懂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可是我现在就想长大 长大 长大 去吧 好高啊 来 欣妍 董事长 过来坐吧 来 最近工作怎么样 有难出吗 挺好的 谢谢董事长 你为东晨做的贡献 董事会都清楚 你说的委屈我们也都明白 但是东晨绝不会埋没任何一个有才之人 更不能允许任何潜规则发生在这里 所以这次的发布会 我再点名要你参加 谢谢董事长 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最好有一篇关于灵溪的发言稿 把你当初设计灵溪的初衷 以及对灵溪产品的未来展望都写进去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来 喝茶 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些人事纷争 但是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琐事 就对自己事业产生迷茫 失去信心 谢谢董事长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好好干 还是那句老话 机会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来了 好 你回来看 就这个 就这个 我看看 我不太懂这个 我看一眼 欣言 欣言 到底什么情况啊 对啊 董事长让我准备一篇发言稿 怎么说 耳鱼那说的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不是不是 我是说 你去发布会这事是真的 我可是听说 这次的发布会上 可是有国际珠宝这本杂志的记者在的 说不定 你就成为新刊的封面人物喽 你别做梦了 你别做梦了 难怪阿雷奈要跑过来难为你 看来是真的感受到你的压力了 那是 我们家欣言 那可是未来的大设计师 反正你这条大腿 我就是抱定了 我咬定青山不放松 放开你 今天冬城将宣布 冬城将于今日十点整个宣布 灵溪系列正式发售 这场发布会 不仅将进行灵溪系列的全面展示 其设计师阿雷奈也将出席发布会现场 这是阿雷奈五年来发表的首次设计作品 街内外纷纷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关注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该怎么看呢 仔细点说这个 他才来不说 各位再稍等一下 马上就开始了 阿雷奈人呢 还没到 已经催过了 催到了 阿雷奈真是的 娶月刚成天 稍微快点吧 好的 出来了出来了 跟上 稍等 放下 林总 出事了 我今天跟他打过电话 告诉他现场有号双湿 可他不听非要用自己的运用号上试 你就告诉我他现在人在哪儿 躲在半路上 知道了 听听了 你不要后面人过了吗 啥意思你 这就一个道 是吧 这就一个道 你怎么停这么着时间 急什么 急什么 急也不用呀 急不过去 你们赶紧急 你哪能推啊 好久好久了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你们一直在后面看到 没看到我上车吗 没看到有人上去吗 你啥呢 弄了弄了弄 不不不 快拦不动 过去过去过去 怎么了 你们两个人怎么了 过去 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 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走啊 怎么了 我这儿马上开始 你掌握着时间 差不多就行了啊 好的 林总 都给我扔到 我这儿马上 好了 개�真实 两个人 哎 孟总建 什么时候开始啊 现在就开始 好好好 是 那是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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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体朋友们 欢迎大家光临东城旗下 羽望品牌灵溪系列产品发布会 那么现在让我们有请 东城集团总经理 林毅先生上台发言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发布会 不光是向大家介绍 灵溪系列产品 也想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宣布一下 东城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未来三年里 东城集团决定将发展重心 由珠宝零售 转移到珠宝设计厂 大力推进设计工作的 研发和制作 努力培养人才 将我们的一望品牌 真正做大 做强 林总 就像您说的一样 东城未来的三年重点 是在零售和设计 那这次为什么只来了销售总监 设计师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灵溪全系列产品 届时我们的设计师 会和产品一同 与大家见面 请问林总 灵溪的设计师 确实如外界所说 由Aryna小姐担任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林总 Aryna近几年都没有新的作品面试 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她 作为灵溪的设计师呢 大家都知道Aryna是著名的国际设计师 曾经设计出很多风格独特 风靡市场的珠宝设计 虽然近两年由于个人原因 没有新的作品问世 但这不能表明Aryna就退出了江湖 作为在国外成名的华裔设计师 Aryna选择回国发展 也是理所当然的 林总 据我所知 东城董事会内部并没有同意 Aryna成为灵溪系列的主设计师 您这么一意孤行 是否和Aryna有什么利益的交易呢 是啊 是啊 什么有什么交易啊 有什么原因嘛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 是啊 谁赔还不一定的啊 什么意思啊 你别把话说的 你击杀车 多少人都费钱啊 你看人家后面签了多好 你看你这样子都出望了 都不在一个厂头是吧 说是一个人家费钱 你费钱 师傅 别吵了 多少钱我来付 我赶时间呢 不是钱的事 我们都是有原则的 是 好 那你慢慢吵 我换辆车 你不能走 你是证人 你敢留下来坐着 费钱 不足对了给我费钱 谁费钱 谁费钱 林总 据我所知 灵溪系列的精髓 在于他手套的套届设计 那为什么不沿用 他手套套届的设计师 顾兴颜 而另聘阿瑞娜呢 这其中是不是和 东城高层的 有些人事斗争有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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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关系啊 是 是 下面让我们有请 东城集团董事长 李卓然先生上台讲话 对 请允许我 荣幸地向大家引荐 灵溪系列 珠宝设计师 顾兴颜 写东城新一季 灵溪产品 与大家见面 牛途 你不过来看 把酒都怪 是不是你别选啊 好 来来 再查看 谁别选 你看一看 你别看 你看我的话 不是 别什么事啊 别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 谁 谁 谁可以选 好了 好了 我得走了 我不能当你们证人了 我得走了 来来来 你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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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证人 你是证人 你不能走 你爸妈报警了 不行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来了 放开 别走 别走 大家好 我是东城的顾欣妍 可以加入东城 成为灵溪系列的设计师 我十分地荣幸 灵溪系列的灵魂 是灵溪套件 它的灵感 来源于我对我母亲的思念 林总 没有我 你可怎么舒畅 谢谢东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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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问 之前广受年轻人好评的自主设计 是由您凑刀的 那之后还会有后续的设计吗 我相信以我们东城的实力 还有我们店铺的实力 这个系列是可以长期销售的 当然了 如果粉丝们可以念念不忘 我相信这个系列 很快就会必有回响 林总 现在怎么回事 各位 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加拿大著名华裔设计师 阿瑞娜小姐 她是小阿瑞娜 她将加盟东晨与顾兴盐一起 成为灵溪系列的设计师 最后会去 什么叫共同主持工作 做好的设计总监呢 真的吗 你为什么不按照通告时间提前护肠 化妆啊 现场没有化妆师啊 我怎么知道路上会发行车祸 我一直把你往总监的位置上推 你自己得做出点总监的样子吧 有点专业精神行不行 想要做设计总监 光靠过去那点名望是不够的 好 查清楚了 那帮人果然是一伙的 到了派出所立马就和解了 还一块儿吃顿饭 要接着往下查吗 你觉得还有必要查吗 看来他早就盯上发布会了 连我也瞒着 他是谁都不信任呢 要不是你早有遇见 我估计得急死在现场 他以为我要扶植阿瑞娜 打压顾兴颜 所以他要扶顾兴颜上位 用于打乱我的计划 殊不知郑仲你下怀 既然顾兴颜展露了头角 又借阿瑞娜宣传了灵溪 一箭双雕将计就计 林总 你真够厉害的 财务部 销售部 他自认为都掌握在手里 现在再安插一个亲信到设计部 那东城就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退一步说 就算掌握不了设计部 也不想让设计部落在我手里 这次他既然瞒着你 说明他对你还不信任 我会努力的 可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曲曼的嘎那之行 必定是各大珠宝品牌眼中的肥肉 我一定要拿下这一单 你帮我搜集一下曲曼的资料 越详细越好 好的 李卓人这么帮我 是为了打压林毅吗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林毅一直让我琢磨不透 他有时 好像在不遗余力地帮我 有时用那么毫无情面地打压我 他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妈 妈 随着进入职场 走的路越多 我心里的问号就越多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努力地先踏入他们的世界 那样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不过我 喜欢的文化 好 我以前还有一点点 佩服你 是靠脑袋吃饭 真看不出来 你原来是用脸吃饭 是吧 欣妍啊 你和董事长有关系 你早点告诉我嘛 小青怎么连你也在胡说 欣妍 但这次这个势头有点猛 这董事长突然要把你捧上天的节奏 你知道公司那大大小小的群里 传成什么样的都 明昂 小青 还有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 现在这样紧要的关头 你们该是什么态度啊 不信尧 不传尧 你有机会就信尧 这还差不多 谢谢啊 不信尧 不信尧 漂亮 这招啊 就等于打了林毅你大嘴吧 顾心妍的底牌查清楚了 放心 她不是林毅的人 我算是弄明白了 董事长是想把顾心妍 推到总监的位子上 这样子设计部就不是铁板一块了 林毅也掌不住她的命脉了 人往高处走 只要我给出的条件 有足够的吸引力 只要她是个正常人 都不可能拒绝 服了 真的服了 老杰 句话 没有总监 设计部怎么进行日常工作啊 所以我早就提议 让阿瑞纳做设计部的总监 我不同意 我也不能同意 一个刚到公司不到一年的新人 就做设计部的总监 诸葛亮出茅庐之前带过兵吗 英雄不问出身 阿瑞纳的知名度和她的影响力 在国际上是非常大的 如果从她的影响力和能力上来看 她做设计部的总监 远远要优于顾心眼 但她已经多年没出作品了 我无法信任她 二位 我说两句啊 咱们东晨啊 一向是以这个自主设计 傲视国内珠宝界 是吧 所以呢 设计总监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像二位这样争下去 恐怕也没什么结果 珠宝设计师是一个 专业度很高的这么一个人才 所以我们看要不要拿作品来说话 艺术作品主关性很强 谁来评判好坏 是是是 我们在座的都是各自有自己的需求 是吧 谁做都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呀 这件事呢 我倒有一个提议